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8.3 就是Android的框架里头 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 运用的Composite Pattern 从这个当中 从Android的框架里头 你就可以对Composite Pattern 有一个更深刻的领悟 在Android里头 View的类别体系 就含有一个典型的 非常非常典型的Composite Pattern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有一个菱形 就是包含的意思 所以它是包含这一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 这一个Composite Pattern的 这一个是半年的Composite的 的这个角色 然后这一个View呢 其实是半年的Component的角色 OK 然后呢 这两个都是Leave Leave OK 所以呢 非常标准的一个Composite的Pattern 的这个结构 那这就是Android常见的View 这就是View Group 这就是Image View 这叫Text View OK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典型咯 所以 这个Text View 跟Image View呢 属于Leave View Group呢 则是Composite的 OK 我刚刚写在这里 那它的对象 可以包含呢 这一个Component 可以包含自己 因为 这一个关系 就意味着 这个关系也是成立的 就意味着 这个关系也是成立的 就意味着 这个关系也是成立的 就是包含的关系 OK 所以呢 它既能够包含Leave類的对象 也能够包含Composite的 这个 类体系的对象 那么这个View Group呢 的对象就像集装箱一样 它可以包含各式各样的对象 就类 只要是View的 都可以包含集装箱 包含集装箱 包含集装箱 集装箱包含这个Image View 就View Group 可以包含View Group 然后呢 View Group可以包含Image View View Group可以包含Text View 所以呢 整个Lan Button Image Button等等的 通通可以被包含进来 这一个View Group里头 只要是View 类的体系里头的对象 通通可以被包含进来 这一个View Group里头 那这就是 View是抽象类 呈现简单的序 然后呢 那View Group呢 呈现了这个 View Group跟View类体系之间的包含关系 也是过成一个简单的树状组合咯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一个呈现简单的 这一个共同的部分 然后呢 又呈现出树状的组合 呈现出树状的组合 好 这边的抽象类 所规换出来的就是 整个类体系的这个对象 都是有简单的系 然后呢 这个关系呢 又规换出 树状结构的组合 因此呢 又可以无限的自我重复 有没有 在这个 这个位置 这里规换出这个系 它所有的 你即使再往下延伸 再往下延伸 在往下延伸 整个的行为都受它的规范 所以这边表现出它的行为 它的组 那当然含有结构的组咯 然后呢 它就可以 把它的全部包容进来 所以这个包容这个关系 是代表一个树状结构 所以呢 它是一个树状结构 又可以自己包含自己 所以呢 它就构成了一个view 定义的简单的系 然后呢 它的关系 规换的出来 简单的树状组合 而且呢 可以无限自我重复 因此呢 这些viewgroup 跟textview 的类 都是框架里头的抽象类 都整个都在呈现它的这个系 可以包容各式各样的变化 就是说 这边可以包含它 但是其实呢 它可以在底下延伸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基类 一个抽象的部分 真正的 concrete在这里 那这个真正的concrete在这里 那因为它继承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concrete的这个类 也是可以包含自己 也可以包含它 也可以包含它 因为它都把这个关系继承下来 OK 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了简单的结构 然后包容变化 因为内部都会改变 然后容易组合 无限重复 所以呢 就形成一个 有机的次序 所以enjoy的UI部分 就全部建立在 这一个有机次序当中 所以呢 你所看到的 背后 都是这个 体系在支撑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继续 看它的扩大 上面 就是框架的部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构成的一个续 尤其是这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变化的部分 写在这里 这叫具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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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后来呢 又把这个部分 又往上提升 所以呢 又把linear layout 把它放到框架里头 把button 也把它归到框架 这样也可以 就看 写框架的人 要写多细 OK 所以呢 当你心中 怀着这个 design pattern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结构 背后 的一个关系 不然你会看到很复杂 但是你一看 就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个composite pattern 那你就会觉得 很简单咯 很简单咯 所以呢 也是由40个设计模式所组合的 就是 Android呢 其实整个框架 是有好多好多个组合的 那么就这一个本身来讲 就已经有好几个 设计模式来组合的 比如说 这个 看到activity 跟AC01 看这两个 就是 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fracted measure pattern 然后呢 然后呢 view的类别体系呢 又temporary measure 在这个view 你看 这个 他扣他 他扣 扣他 OK 那就叫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然后呢 view group等等 又形成composite pattern 所以在这一个图呢 其实至少是有三个pattern所组成的 这些模式的组合之细 创造出来的 就是成为Android的框架之美 除了Android的框架本身的美感之外 那么composite pattern也让 这个linear layout 能够不断的自我重复 能够无尽的自我重复 因此呢 让Android的应用软件 它拥有整 这个井栏有细 天心美 天心美观的这个UI画面 OK 好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一下Android的 一个 UI的设计 当然我这个UI的设计呢 是很简单的 但是 也没漂亮也没丑 OK 那就是 这样三个button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基本结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这里 就是建这个UI的布局 叫做layout 所以呢 首先 你有一个这个layout 这个layout本 就是像一个钱包 因为这是属于group的 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linear layout 是继承viewgroup 所以它是一种viewgroup 所以呢 它继承它 所以把这个关系也继承下来 因此呢 linear layout可以包含view 里头的 所有的籽类 所以linear layout 可以包含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 也可以包含button linear layout 也可以包含group 等等的 主要是view的类别 体系的 都可以放进去linear layout 里头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代码咯 所以代码呢 这个linear layout 是一个 钱包 是一个钱包 那 那接下来就 产生一个 新的button 这个button呢 相对上 就是leaf 咯 这个linear layout 是来自 这一个viewgroup 所以它是一个composite composite 所以它可以包含它 可以包含它 所以你看这里 linear layout 这就是一个composite add a view 它就把这个button 加进去了 有没有 放到它的里面 因为它可以包含它 所以把它add进去 好 还有一个button2 也是一样 你看 再把button2 放进去这个钱包 这个layout里头 所以layout里头 就有两个button了 一个btn 一个btn2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有一个大的layout 这叫outlayout 一个大钱包 那这个大钱包里头呢 add 你看先一个 大钱包 有没有 然后加进去 把btn加进去 那还有一个在这里 大钱包 把小钱包加进去 有没有看出来 这是小钱包 所以把小钱包加进去大钱包里头 再把这一个btn加进去大钱包里头 结果呢 结果呢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大钱包 大钱包 叫做out layout 然后 这个大钱包里头呢 有一个 是 btn3 那么加上 那么加上 一个小钱包 叫layout 然后呢 小钱包layout里头包含两个小的 一个 叫做 btn 一个叫btn2 所以构成一个 构状结构 有没有 所以构成一个构状结构 一个简单的组合 自我重复 你看layout 一直在重复 然后呢 简单组合 然后内部呢 都有它可以包容複杂多变 有没有 複杂多变的部分 ok 那就是 大钱包 小钱包 小钱包 小钱包里头有 这个钱 钱币 那这样构成一个构状结构 所以 简单的外形 简单的组合 无限组合 无限成长 那就构成了 整个UI 体系的 一个美好的 境界 所以在android平台里头呢 像button image button 这些空间 都是view的一个 子类 也就是view体系里头的对象 其中 多个view 可构成一个集合型的view 就叫做layout 就是 像刚刚有这个 两个button 那么可以 组合成一个 叫layout 那这个layout呢 就是从viewgroup的继承而来的 其最基本的布局方法就是垂直跟水平排列 这个叫做 垂直的排列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 Vtn3 就构成一个水平的排列 这是垂直的排列 这是水平的排列 就是这个跟这个排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就分为这个 这种的水平或垂直的 就叫线性的 所以叫线性的layout 叫linear layout OK 那由这边来说明 它是水平的 还是垂直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把它的加进去啦 就把它加进去 有没有 然后再产生一个大的layout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小钱包 小layout加进去大layout 再把这个Vtn3加进去 因此呢 就形成了 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了 就形成了一个大钱包 包含小钱包 大钱包还包含一个button 这个小钱包包含两个button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 之后呢 SetContentView 就是要求Android的平台 依照这个体系结构 把它显示在UI上 因此呢 我们所精致设计的 这个大钱包的布局呢 就会呈现在手机的画面上 那这就是 让我们可以领悟到 这一个composite pattern 让这个linear layout的对象 能够无尽的自我重复 那么也可以包容 Vtn这些小的空间 构成一个树状结构 以树状结构的一个简单的组合 来组合出 我们整个Android 一个复杂 而且贴心美观 井然有戏的UI咯 那这就是Android UI 这个画面的幕后 的这一个composite pattern 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OK 好 那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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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